而今天的追踪第一线现场连线的是 TVBS国际新闻评论员于文奇 文奇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首先要请教文奇的事 美国总统拜登在前往威斯康星州出席活动的时候 再次谈到了尾巴情势 强调正在推动暂时停火的协议 同时也表示 美国在这个联合国就加萨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谈判 并且也表示美国方面可能会支持这项决议 想请教文奇的就是 拜登在尾巴问题上的态度是否有逐渐的软化 对于推动双方再次停火是有帮助的吗 就这样美国到现在都还没有决定 到底会不会支持联合国这个暂时停火的协议 也因为这样子呢 本周已经三度暂缓对这个联合国决议草案的投票 这当然比起之前呢 美国投票是反对暂时停火已经有一些改变了 但是拜登到目前为止都还不愿意公开的说 要暂时停火 或者是要求对以色列的军援是有任何的设限 但是拜登也的确已经要求以色列军队 不要这么大规模的激烈攻击加萨走廊 因为目前死伤的人数当中呢 70%都是女性和儿童 那拜登政府的立场已经遭到许多民主党内的人的反对 也有许多媒体报道说呢 拜登这项外交政策可能会让他失去年轻人和回教人士的票 但是根据民调呢 绝大部分的美国人还是支持以色列的 而且根据纽约时报的最新报道呢 目前拜登政府是并不会打算因为媒体的批评 还有低迷的民调而改变他的政策 好的 另外华尔街日报报导 华府正在考虑要提高部分中国大陆商品的关税 包括是电动车 电池组 还有太阳能产品等等 以保护美国的本土绿色产业 想请教文琪 中国大陆电动车比亚迪 我们知道它传出可能 市占率会在今年的第四季超越了特斯拉 成为电动车王 美国方面是否因此感到担忧呢 提高了这个车的关税的做法 是否又会掀起另外一场的贸易战 事实上呢 比亚迪去年已经制造了190万的电动车 是占了全世界的3分之2 已经比特斯拉的140万还要多了 那中国明年呢 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国国 将会超过日本 那的确华府现在正在讨论对于中国的各种关税 那从川普时代以来呢 对中国进口车的25%的关税到现在都还没有降下来 那拜登对于电动车的优惠呢 也只适用于美国品牌的车子 使得中国电动车几乎在美国是没有市场的 那美国官方的说法是呢 中国电动车是因为受到中国政府大量的补助 来企图充斥市场这是不公平的做法 因此呢 也有国会议员已经要求还要再提高对中国车的这个关税 但是美国自己品牌的车业呢 反而担心这样会造成中国的报复 毕竟呢 中国是美国车厂的第二大市场 仅次于美国 那另外一个困境就是 中国的电动车电池的这个产业链呢 其实已经堵把全球 那连美国的车也都必须要依赖中国的电池 才有可能达到拜登政府 这个要求要降低蛋排放量的这个标准 那中国电动车因为政府补助 的确是比美欧制造的要便宜许多 也已经开始占有这个欧洲市场哦 估计在2025年的时候 可能会达到25%的市场占有率 那目前是8% 因此呢 欧洲也开始考虑要对中国的车增加关税 那目前的关税是10% 但不管怎么样呢 专家认为中国车霸占全球市场是迟早的事 因为中国已经有大量制造这个能力哦 一旦能够满足自己每年是 国内260万车辆的这个需求呢 每年再多制造100万给世界其他的国家 是很容易的事情 只是看世界其他国家 是否能够购买这么多的车 好 谢谢文琪带来美中贸易的详细分析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赞和订阅